或者是從事且疲諜 中日韓國電腦事件爆發冷戰 會議影響到色情行業的生意 日本有個中國公司是中國人 多次接受香港的中國人就是訪問 所以一周來這次又訪問中日冷戰之下 日本的封業場所的生意是否相對呢 李小牧也是從事這個封業生意 他就這樣說 撞了這麼多 很厲害